大家好,我是EddieMartin 今天这一条影片就会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过去半年做Buffy飞机的经验 究竟由入职,考费,复杂到自己驾驶会经历过些什么呢? 这一条影片就尽量告诉大家 而你现在看到我这个画面 就是我最后一天驾驶Buffy的情况 现在立刻带大家进去Buffy车厂里开始了 2023年的下半年我去了银Buffy 银Buffy有什么做呢? 例如好像我现在早上6点半准备开车 开车之前就检查一下Buffy 里里外外是否正常运作,是否干净,有没有问题 检查完之后写个report,签名就可以出发了 来到英国要拿Buffy,当然要考牌 因为香港的Buffy牌是没得直接换的 在这里考牌,又要考Buffy,又要考Luffy 全部我可以用两个字形容 严格,当然有人会一take path 但我自己都考了两次,而一起上课考不到 而又被Buffy公司放弃的人也不少 我一班有7个人,里面只有4个人 path 当中包括我 考到牌之后就未可以开Buffy 因为有一段时间是会让我去学习路编 路编学得差不多之后 也都会有一个buddy driver的过程 伙伴驾斐 就由一些有经验的老大哥或者大家姐 就帮着大家去做buddy driver 走的途中前辈都会给我的 例如有什么位置要留意,交通灯又会怎么样 可以怎样令到自己开得流畅一些 检查完车厢里面,外面都没问题之后 再留意乙标板,看看标板有没有特别的锅 如果一切都正常就可以出去 但出去之前记住放当日的报纸 给市民免费取悦 现在冬天天寒地冻 早上只有几度的环境 有一件事我一定会记住去查 就是试试假费窟里的暖气够不够暖 因为假费窟里没有暖气 或者夏天没有风吹出来 都可以召唤总台 甚至可以要求换车都可以 一架巴士开始出去工作之前 都会被工作人员清理得很干净 好企丽的 好像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整架巴士都很干净 这里就被乘客放一些用过飞的地方 即是没有用飞或者想扔掉都可以放在这里 旁边就会放报纸的位置 上到楼上这一层看到 一样是很干净的环境 今晚就看看我收工的时候 究竟一架巴士会变成什么情况 差不多回厂了 差不多回厂了 駕駛了整个晚駕駛 现在的状况 跟大家看一下 就会看到地下有些立法 有人扔下一些车啡 然后有薯片的袋 这个味道都可以很适合 我們帶你看看另一邊 這裏就是今早說放報紙的位置 現在有些看到的報紙 還有有人喝完東西 整杯東西就放在這裏 好 我們上樓上看看 這裏又有垃圾在這裏 樓上就一如以往 都是有很多垃圾放在地上 譬如有些水樽 大致上駕駛完車一晚之後 就會在這裏回到廠 這裏有個袋子 看看是什麽 有人留下了拖鞋和一包冷的豆 這些遺留的物品 之後就要帶回去車廠做報紙 之前就撿到拖鞋和急凍青豆 今天就直接有個大背包留在Buffy 這個背包裏也有個人物品 我希望拿回去交給Office之後 物主可以盡快認領 所以駕駛Buffy一點都不悶 因為每日發現的東西都未必會是一樣 而且有時也挺有趣的 見到Buffy的骯髒情況 是否以為坐Buffy是一個沒有網管的地方 實情不是的 一架英國裝嵌中國製造的Buffy 整架Buffy裏面有很多VVTV 例如前面有 車頂有 樓上那層都有 所以所有乘客 包括我自己的一舉一動 都會有機會被人看著 一架拿了20,000公里的Buffy 比亞迪電動Buffy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例如我現在這一架 它的軚盤已經不可以調校了 我按了按鈕之後 軚盤都無法向上、向下、向前、向後 我大力一點推不動 看看前面 前面擋風玻璃 有一些碎月痕跡 已經彈化了 而看看我左手哪個淘汰機 是已經不可以自動把錢彈下去的 要我否動 把錢才可以跌下去 又例如 另外這一架 已經走超過11,000公里的 比亞迪電動Buffy又怎樣呢? 它旁邊的電子鏡已經開始退幅了 漸漸傾向是彈幅了 不是彩幅顯示 而它的指揮燈 是打完指揮燈之後 回軚 是不會自己彈回去原位的 也是要我否動才可以正常的 以外所有 或者這裏我沒有講到的問題 總之有問題 我們在這張報告表裡 填回給Buffy公司就可以了 之後會有工作人員去處理跟進的 喜歡開Buffy的朋友來到英國都可以挑戰一下自己的技術 因為是英國考Buffy牌真的不容易 我同班裏面七個人都有三個人fail走了 合格只是一半多一點點 我在這裏就鼓勵朋友 如果是來渡Buffy的話 努力讀好書考好Buffy 那就有得開工了 看完片記得CLSS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留言、訂閱、給個Like 下次是Buffy見啦 拜拜